当地时间18日晚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让经济纾困法案 在11月3日大选前获得通过 白宫就必须在48小时内与众议院达成协议 目前距离佩洛西划定的最后时间 还剩不到24小时 受疫情影响 美国经济至今仍为好转 基层民生艰难 对于特朗普而言 能否及时通过纾困法案 把支票及时寄到民众手里 对自己政治生涯的意义无需坠言 但特朗普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 对于白宫的提案 民众党控制的众议院认为金额太少 共和党控制的参议员又认为金额太多 导致新的纾困法案数月来迟迟难产 当然相知不下的各方 都能为自己的立场找到道德上的制高点 只是对挣扎煎熬中的普通大众来说 华盛顿精英们的算盘 难道不是对他们的绑架和过前吗 事到佩洛西和特朗普 那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成人相见 愤外眼红 特朗普有多恨佩洛西 特朗普敢于打破传统惯例 公开直呼佩洛西是三流政客和疯子 被法新社誉为特朗普日内首创 佩洛西有多讨厌特朗普 几次鼓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自不必说 还在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 接受全场掌声时 当着全世界的面 把特朗普的讲稿撕了个粉碎 两人相见恨晚到这种程度 有事好商量自然是一句空话 但为了让纾困方案获得通过 特朗普最近只能派财政部长姆努钦 作为代表去接触 10月9日 特朗普批准了一份价值约 1.8万亿美元规模的刺激方案 希望国会予以通过 这份方案包括对航空企业 小型企业的救济 以及对劳动者薪酬的保护 想法不可谓不好 却在国会两月预阻 民主党为何敢阻拦一份 为普通民众提供支持的经济方案呢 很简单 他们的理由是 钱还不够多 支持力度不够 但民主党要求加钱 最终让把执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更不满 不少相信受贵达尔文主义的共和党人反对 用纳税人的钱去救济所谓的懒汉 他们连特朗普方案的金额都觉得太多 何况民主党还要再加4000亿美元 于是无数普通美国人 敲手以盼的援助 就在华盛顿政客们的扯皮中 持续难产 直至今天 面对到访的姆努钦 尽管佩洛西抱着以礼貌的微笑和乐观的态度 就是对白宫的提案不予通过 并顺带下达到最后通牒 佩洛西的态度跟年初很不一样 今年3月 疫情出现之初的美国 曾迅速通过第一轮纾困法案 这份金额约为2.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且直接对民众提供现金和支票 也为企业提供减税和补贴 使美国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财政支出法案 然而尽管对第二轮纾困法案的酝酿早在5月就已经出现 却迟迟无法通过 9月10日 共和党提出的方案 在参议院鲨鱼而归 民主党给出的理由是 5000亿美元的数额太少 民主党要求2.2到3.4万亿美元的规模 可问题是 纾困法案的通过 在参议院需要60票赞同 占据53系多数票的共和党都没有通过 民主党又有什么能耐 让共和党人做出如此巨大的妥协呢 为了求得民主党放行 特朗普本月初把金额大幅提升到了1.8万亿美元 对此不仅以佩洛西为代表的多数民主党议员仍不满意 许多共和党议员也严重不满 美国财政赤字已达到惊人的水平 共和党只能支持最多6500亿美元的方案 鉴于纾困法案需要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同批准才能生效 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巨大分歧 特朗普想在大选前签署法案的机会微乎其微 显然你可以说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财政政策导致方案难产 但恐怕谁都无法否认 正难产里掺杂了太多有关大选的政治算计 就如同佩洛西反对的理由是认为 特朗普提高金额只是想拥有更大的经济决定权 而不是在消灭病毒和救济国人等方面寻求一致 特朗普则认为民主党数额庞大的救济和刺激计划 只是靠空投支票来讨好选民 同时也阻碍自己的方案获得通过 这不是佩洛西与特朗普近来唯一的碰撞 事实上尽管佩洛西骄傲地表示 自己近一年时间没跟特朗普讲过一句话 但两人近期斗法愈言愈烈 一大法官递不问题 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9月去世后 其亲书表示他留下了不在大选前任命新大法官的遗言 特朗普嘲讽这是佩洛西捏造 还竭力安插保守派候选人巴雷特 佩洛西不仅全力阻击 还试图以再次弹劾特朗普来阻挡提名 二特朗普逃税一云 纽约时报此前披露特朗普在过去的15年中 有10年没有缴纳任何所得税 自2016年到2017年的所得税缴纳额均价为750美元 特朗普还必须在未来几年内偿还超过4亿美元的贷款 佩洛西表示总统的巨款不透明债务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按时特朗普的贷方可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特朗普不出意外的指责该报道是假新闻 三特朗普染病风波 特朗普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后 佩洛西在10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 特朗普行为反常 并称民主党将提议成立委员会 以评估特朗普的精神状态和执政能力 是否适合担任总统 对此特朗普反击称 疯狂的南希才是应该接受观察的人 人们说他疯不是无缘无故的 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虽然白热化 但各自都有毫不妥协的理由 毕竟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是金库枯竭 但联邦政府也同样没有预料 谁也不比谁更好过 美国糟糕的抗议让经济持续瘫痪 进而放大了财政压力 而这又激化了政治内斗 干扰了抗议的有效性 形成封闭的内循环 政客之间的相互碾压 本不罕见 但在疫情期间依旧如此 苦的只能是普罗大众 美国不仅病在机体 更病在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